这是蓝东阳的时代 他丑他脏他无耻他狠毒 他是人中的垃圾 而是日本人的宝贝 他已坐上了汽车 他忙着办新民会的事 忙着写作 忙着组织文艺协会及其他的会 忙着探听消息 忙着恋爱 他是北平最忙的人 当他每天一进办公厅的时候 他就先以把眉眼扯成 向天王脚下踩着的小鬼 狠狠地向每一个职员示威 坐下 他假装地看公文或报纸 而后忽然地跳起来 突向一个职员去 看看职员正在干什么 假若那个职员是在写着一封私信 或看着一本书 马上不是寄过便是开除 他以前没做过官 现在他要把官威施展得像走花了的火车头似的那么凶猛 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早 把职员们的抽屉上的锁都拧开 看看他们私人的信件或其他的东西 假若在私人信件里发现了可疑的字句 不久就会有人下狱 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迟 大家快要散班或已经散了班 他必定要交下去许多公事 叫他们必须马上办理 好叫他们饿得发慌 他喜欢看他们饿得头上出凉汗 假若大家已经下了班 他会派工友找回他们来 他的时间才是时间 别人的时间不算数 特别是在星期天或休假的日子 他必定来办公 他来到职员也必须上班 他进了门先点名 点完名他还要问大家 今天是星期日 应当办公不应当 大家当然要答应应当 而后他还要补上几句训词 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必须有新的精神 什么星期不星期 我不管 我只求对得起天皇 在星期天 他这样把人们折磨个半死 星期一他可整天的不来 他也许是在别处另有工干 也许是在家中睡觉 他不来办公 大家可是并不敢松懈一点 他已经埋伏下侦探 待他侦查一切 假若大家都怕他 他们也就都怕那个工友 在他不到班的时候 工友便是他的耳目 即使工友也溜了出去 大家彼此之间也还互相猜忌 谁也不晓得 谁是朋友 谁是侦探 东阳几乎每天 要调出一两个职员去 去开小组会议 今天他调去王与张 明天他调去丁与孙 后天 当开小组会议的时候 他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和他们商议 而永远提出下列的问题 你看我为人如何 某人对我怎样 某人对你不甚好吧 对于第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怎样回答 捧他 他没有真正的学识与才干 而只捉住了时机 所以他心虚胆小 老怕别人打倒他 同时他又喜欢听人家捧他 捧得越肉麻 他心里越舒服 听到捧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确伟大 而可以放胆胡作非为了 即使有人夸赞到他的眉眼 他都相信 而去多照一照镜子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就不易回答 大家不肯出卖朋友 又不敢替别人担保忠心耿耿 于是只好含糊其词 他们越想含糊闪躲 他越追究的厉害 到末了 他们只好说出同事的缺点与坏处 这可是还不能满足他 因为他问的是 某人对我怎样 被迫的没了办法 他们尽管是造谣 也得说 啊 某人对你不很好 并且举出事实 他满意了 他们可是卖了友人 第三个问题最厉害 他们是给日本人做事 本来就人人自危 一听到某人对自己不好 他们马上就想到监狱与失业 经过他这一问 朋友立刻变成了仇敌 这样 他的手下的人都多长出了一只眼 一个耳和好几个心的心孔 他们已不是朋友与同事 而是一群抢背捐在一块的狼 谁都想冷不妨咬别人一口 东阳喜欢这种情形 他们彼此猜忌 就不能再齐心的反抗他 他管这个叫做政治手腕 他一会儿把这三个捏成一组 反对那四个 一会儿又把那四个叫来 反对另外的两个 他的脸一天到晚的扯动 心中也老在闹鬼 坐着坐着 因为有人咳嗽了一声 他就吓一身冷汗 以为这是什么暗号 要有什么暴动 睡着睡着也时常惊醒 在梦里 他看见了炸弹与谋杀 他的世界变成了个互相排挤 暗杀 升官享受害怕 所组成的一面猪网 他一天到晚 老忙着布置那些丝 好不叫一个鸟冲破他的网 而能捉住几个蚊子与苍蝇 对于日本人 他又另有一套 他不是冠小河 没有冠小河那么高的文化 他不会送给日本人 一张名画或一对骨瓶 他自己就不懂图画与瓷器 也没有审美的能力 他又不肯请日本人吃饭 或玩味女人 他舍不得钱 他的方法是老跟在日本人的后面 自居为一条忠诚的赖狗 上班与下班 他必须给日本人鞠躬 在办公时间内还要故意的到各处各科走一两遭 专为给日本人致敬 物无大小 连下雨天是否可以打伞 他都去请示日本人 他一天不定要写多少千成 永远亲自拿过去 日本人要是正在忙碌 没功夫理会他 他就规规矩矩的立在那里 立一个钟头也不在乎 而且越立得久越舒服 在日本人眼前 他不是处长 而是工友 他给他们点烟 倒茶 找雨伞 开汽车门 只要给他们做了一件小事 他立刻心中一辆 升官 他写好了文稿 也要请他们指证 而凡是给他商改过一两个字的人 都是老师 他给他们的礼物是情报 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 有价值的消息去报告 而只求老在日本人耳旁叽叽咕咕 好表示自己有才干 工友的与同事们给他的报告 不论怎么不尽情理 他都信以为真 并且望风不影地 把他们扩大交给日本人 工友与同事们贪工买好 他自己也贪工买好 而日本人又宁可驱杀多少人 也不肯白白地放过一个谣言去 这样 他的责任本是替日本人宣传德政 可是变成了替日本人广为介绍驱死鬼 在他的手下不知驱死了多少人 日本人并不讨厌他的啰嗦 反倒以为他有忠心有才干 日本人的心计思想与财力 都只在一颗颗的细数绿豆与芝麻上显露出来 所以他们喜爱东洋的无中生有的琐碎的情报 他的情报即使在他们细心地研究了以后 证明了毫无根据 他们也还乐意继续接受他的资料 因为他们即使毫无用处 也到底足以使他们运用心计 像有回事似的研究一番 白天见鬼是日本人最好的心理游戏 蓝东阳这样成了个红人 他有了钱坐上了汽车 并且在南长街买了一处宅子 可是他还缺少个太太 他也曾追逐过同事中的花瓶 但是他的脸与黄牙 是稍微有点人性的女子 都设法躲开他 他三天两头地闹失恋 一失恋他便作诗 诗发表了之后得到稿费 他的苦痛便立刻减轻 钱是特效药 这样他的失恋 始终没引起什么严重的 像自杀一类的念头 久而久之 他倒觉得失恋可以换取稿费 也不无乐趣 因为常常召集灵人们 给日本人唱戏 他也曾顺手地追逐过昆灵 但是假若他的面貌可增 他的手就更不得人缘 他的手不肯往外掏钱 不错 他会利用他的势力与地位压迫他们 可是他们也并不好欺负 他们所认识的人 有许多比他更有势力 地位也更高 还有认识日本人的呢 他只好暗中诅咒他们 而无可如何 极致想到 虽然在爱情上失败 可是保住了金钱 他的心也就平静起来 闹来闹去 他听到了瑞丰丢了官 也就想起胖橘子来 当初他就很喜欢橘子 因为他胖 他像个肥猪似的可爱 他的斜眼分辨不出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 他的贪得的心理只计算金亮 橘子那一身肉值得重视 同时他恨瑞丰 瑞丰打过他一拳 瑞丰没能替他运动上中学的校长 而且瑞丰居然能做上科长 做科长与否虽然与他不相干 可是他心中总觉得不舒坦 现在瑞丰丢了官 好 东阳决定抢过他的老婆来 这是报复 报复是自己有能力的一个证明 橘子本身就可爱 再加上报仇的兴奋与快意 他觉得这个婚姻实在是天作之合 不可错过 他找了橘子去 坐下他一声不出 只扯动他的鼻子眼睛 好像是叫他看看他像个处长不像 坐了一会儿他走出去上了汽车 他把头伸出来 表示他是坐在汽车里面的 第二天他又去了 只告诉橘子 我是处长 我有房子 我有汽车 大概是叫他揣摩揣摩他的价值 第三天他告诉橘子 我还没有太太 第四天他没有去 好容些功夫叫橘子 扎摸他的诗的语言 与戏剧的行动中的滋味 第五天 一进门他就问 你想出处长太太的滋味来了吧 说完他便拉住胖橘子的胖手 好像抓住一大块红烧蹄棒似的 他的心跳得很快 他报了仇 从他的胖脸上 他看见瑞丰的失败 与自己的胜利 他的脸上微微的红了一点 胖橘子始终没有说什么 而只把处长太太与汽车印在了心上 他晓得东阳比瑞丰更厉害 他可是毫无距异 凭他的一身肉 说翻了的时候 一条胖腿便把他压个半死 他怎样不怕瑞丰 便还可以怎样不怕东阳 他们俩都没有大丈夫的力量与气概 他也预料到 这个婚姻也许长远不了 不过谁管那些个呢 他现在是由科长太太升为处长太太 假如再散了火 他还许再高升一级呢 一个妇人在这个年月 需抓住地位 只要能往高处爬 你就会永远掉不下来 看人家大尺包 那么大的岁数 一脸的雀斑 人家可也挺红啊 他曾经看见过一位极俊美的青年 娶了一个五十多岁 面皮都皱皱了的暗昌 这个老婆婆的绰号是佛动心 凭她的绰号 虽然已经满脸皱纹 还一样地嫁给最漂亮的人 以此为例 胖橘子决定要给自己造个像佛动心的名誉 有了名和东阳散了火才正好呢 三下五除二的他和东阳结了婚 在结婚的以前 他们俩曾拉着手逛过几次公园 也狠狠地吵过几回嫁 吵架的原因是 橘子主张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 而东阳以为简简单单地 约上三四位日本人吃些茶点 请日本人在婚书上的介绍人 证婚人像下签字盖章就行了 橘子爱热闹 东阳爱钱 橘子翻了脸 给东阳一个下马威 东阳也不便示弱 毫不退让 吵着吵着 他们想起了齐瑞丰 橘子以为 一定要先把离婚的手续办清 因为离婚事件出风头的事 东阳等不及 而且根本没把瑞丰放在眼里 他以为 只要有日本人给他证婚 他便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 用不着再多顾虑别的 急至瑞丰拒绝了橘子的请求 东阳提议请瑞丰做介绍人 以便表示出赶尽杀绝 橘子不同意 在他心里 他只求由科长太太升为处长太太 而并不希望把齐家的人得罪尽了 谁知道呢 他想 瑞丰万一再走一步好运 而做了比处长更大的官呢 东阳可以得意忘形 赶尽杀绝 他可必须留个后手 好吧 他答应下马上结婚 而拒绝了请瑞丰做介绍人 对于举行结婚典礼 他可仍然坚持己见 东阳下了哀的美敦书 限二十四小时叫他答复 假若他必定要浪费金钱 婚事着物佣义 他没有答复 到了第二十五小时 东阳来找他 他声明 他收回着物佣义的成命 他也要让步一点 好赶快结了婚 婚姻 他琢磨出一句诗来 根本就是妥协 胖橘子点了头 他知道他会在婚后 怎样的收拾它 他已经收拾过瑞丰 他自信也必能叫东阳脑袋朝下 做他的奴隶 他们在一家小日本饮食店里 订了六份茶点 庆祝他们的百年和好 四个日本人在他们的证书上 盖了仿送体的图章 事情虽然办得很简单 东阳可是并没忘了扩大宣传 他自己拟好了新闻稿 交到各报馆去 并且主告登在显明的地位 在日本人来到以前 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在北平的 假若发生了 那必是一件奇吻 是所有的北平人都要拿他当作谈话的资料 今天大家看到了新闻 并没感到怎么奇怪 大家仿佛已经看明白 有日本人在这里 什么怪事都会发生 他们大可不必再用以前的道德观念 批判什么 关心这件事的只有瑞丰 冠家和在东阳手下讨饭吃的人 瑞丰的病更重了 无论他怎样没心没肺 他也受不住这么大的耻辱与打击 按照他的半流氓式的想法 他需挺起脊骨去报仇学耻 可是日本人给东阳挣了婚 他只好低下头去 连咒骂都不敢放高了声音 他不敢恨日本人 虽然日本人使他丢了老婆 只想鬼混的人没有爱也没有恨 得意他扬着脸鬼混 失意他低着头鬼混 现在他决定低下头去 而且需要一点病痛遮忆遮脸 冠家的人钦佩橘子的大胆与果断 同时也有点伤心 橘子不是昭地请了日本人给证婚 而且东阳并没约请他们去参加结婚典礼 他们也感到有失尊严 但是他们的伤心只是轻微的一会儿 他们不便因伤心而耽误了正事 大尺包与灌小河极快地预备了很多的礼物 坐了汽车去到南长街兰宅贺喜 已经十点多钟 新夫妇还没有起来 大尺包与侍从丈夫闯进了新房 没有廉耻的人永远不怕讨厌 而且只有讨厌才能做出最无耻的事 胖妹子 大尺包学着天经腔高声地叫 胖妹子 你真有你的 还不给我爬起来 哈哈哈哈 好 好得很 小河眉开眼笑地赞叹 东阳把头藏起去 橘子露出点脸来 愣眼巴睁地想笑一笑 而找不到笑的地点 哦 我起 你们外务做 怕我干什么 我也是女人 大尺包不肯出去 哦 我虽然是男人 可是东阳和我一样啊 小河又哈哈了一阵 哈哈完了 他可是走了出去 他是有文化的中国人 东阳还不肯起床 橘子慢慢地穿上衣服下了地 大尺包张罗着给橘子梳头打扮 你要知道你是新娘子 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可 等到东阳起来 客厅里已挤满了人 他的属员都来送礼道喜 东阳不屑于招待他们 小河自动地做了招待员 橘子没和东阳商议 便把大家都请到饭馆去 要了两桌酒席 东阳拒绝参加 而且暗示出他不负给钱的责任 橘子招待完了客人 摘下个金戒指押给饭馆 而后找到新明慧去 在那里他找到了东阳 当着众人高声地说 给我钱 要不然我会在这里闹一整天 连日本人闹得都办不下工去 东阳没了办法 乖乖地给了钱 没到一个星期 橘子把东阳领款用的图章 偷了过来 东阳所有的稿费和薪金 都由他去带领 领到钱 他便马上买了金银首饰 存在娘家去 他不像大尺包那样能搂钱 能挥霍 他是个胖大的铺满 只吞钱而不往外拿 他算计好 有朝一日他会和东阳炒散 所以他必须赶快搂下老本 使自己经济独立 况且手中有了积蓄 也还可以作为掉别的男人的耳 假若他真和东阳散了火 有钱的女人 不论长得多么难看 年纪多大 总会找到丈夫的 他知道 东阳感觉出来 自己是头朝了下 可是他并不想放弃她 他好容易抓到一个女人 舍不得马上丢开 再说 假若他撵走橘子 而去另弄个女人 不是又得花一份精神与金钱吗 还有橘子风言风语的已经暗示给他 要散火他必要一大笔钱 嫁给他的时候他并没索要什么 散火的时候他可是不能随便的空着手走出去 他无可如何的认了命 对别人他一向狠毒不讲情理 现在他碰到个吃生米的 在无可如何之中 他反倒觉得怪有点意思 他有了金钱地位名望权势 而做了一个胖妇人的奴隶 把得意变成愁苦 他决出一些失忆来 亡了国他反倒得意起来 结了婚他反倒坐了拳马 他是被压迫者 他必须道出他的委屈 他的诗更多了 他反倒感到生活丰富了许多 而且有诗为证 不 他不能和橘子散火 散了火 他必感到空虚寂寞无聊 或者还落个江郎财劲 连诗也写不出了 同时每一想起胖橘子的身体 他就不免有点迷惘 不错 丢了金钱是痛心的 可是女人又有他特具的价值与用处 没有女人也许比没有金钱更不好受 好吧 他想清楚之后告诉自己 只拿他当做妓女好了 调妓女不也要花钱吗 慢慢的 他又给自己找出生财之道 他去敲诈老实人们 叫他们递包袱 这种金钱的收入既不要收据 也不用签字盖章 橘子无从之道 而且为怕橘子翻他的衣袋 他得到这样的钱财 便马上用个假名存在银行里去 绝不往衣袋里放 这样他既有了自己的钱 又不得罪橘子 他觉得自己的确是个天才 正是韶要盛开的时节 汪精卫到了上海 瑞轩得到这个消息 什么也干不下去了 对牛教授的腹腻 他已经难受过好多天 可是牛教授只是个教授而已 谁能想得到汪精卫也肯卖国求荣呢 他不会也不肯再思索 万也想不到的事 居然会实现了 瑞轩的脑中变成了一片空白 昏昏忽忽忽的他只把牙咬得很响 你看怎样 傅善先生扯动了好几下脖子才问出来 老先生同情中国人 可是极致听到汪逆的举止语言论 他也没法子不轻看中国人了 啊 谁知道 瑞轩躲开老先生的眼睛 他没脸再和老人说话 对中国的屡吃败仗 军备的落后 与人民的缺陷组织等等 他已经和傅善先生辩论过不止一次 在辩论之中 他并不否认中国人的缺陷 可是他也很骄傲地指出来 只要中国人肯报定 宁为玉碎不求瓦权的精神 抵抗暴敌 中国就不会灭亡 现在他没话再讲 这不是吃败仗 与武器欠精良的问题 而是已经有人 而且是有过革命的光荣 与历史的要人泄了气 承认了自己的软弱 而情愿向敌人屈膝 这不是问题 而是甘心失节 问题有方法解决 失节是无需解决什么 而自愿做拳马 不过也还要看重庆的态度 老人看出瑞轩的难堪 而自己打了转身 瑞轩只吸吸了两声 泪开始在眼眶里转 他知道 只要士气壮民气胜 国家是绝不会被一两个汉奸卖尽了的 虽然如此 他可是还极难过 他想不通 一个革命的领袖 为什么可以摇身一变 就变作卖国贼 假若革命本是假的 那么他就不能再信任革命 而把一切有地位与名望的人都看成电系法的 这样革命只侮辱了历史 而智识们的热血 不过只培养出几个汉奸而已 在日本人的广播里 汪精卫是最有眼光 最现实的大政治家 瑞轩不能承认汪逆有眼光 一个想和老虎合作的人 根本是糊涂虫 他也不能承认汪逆最现实 除非现实只指身手抓地位与金钱而言 他不能明白 以汪逆的名望与地位 会和冠小和李空山 蓝东阳们一样的 去想在敌人手下取得金钱与权势 汪逆已经不是人 而且把多少爱国的男女的脸丢尽 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 也足以叫全世界怀疑中国人 轻看中国人 汪逆在瑞轩心里 比敌人还更可恨 在恨恶汪逆之中 瑞轩也不由地恨恶自己 汪逆以前的一切 由今天看起来都是假的 他自己呢 明知道应该奔赴国难 可是还安坐在北平 明知道应当爱国 而只做了爱家的小事情 岂不也是假的吗 革命 爱国 要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假的 中国还有多少希望呢 要叫国际上看穿中国的一切都是假的 谁还肯来援助呢 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人了 他只是在这里变小小的戏法 在这种心情之下 他得到低级轰炸重庆 厄北大捷 德意正式地劫同盟 和国联通过援华等等的消息 可是跟往日不同 那些消息都没给他高度的兴奋 他的眼似乎盯住了汪精卫 汪精卫到了日本 汪精卫回到上海 直到中央下了通缉汪精卫的命令 他才吐了一口气 他知道 在日本人的保护下 通缉令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可是他觉得痛快 这道命令叫他又看清楚了 黑是黑白是白 抗战的立在一边 投降的立在另一边 中央政府没有辩戏法 中国的抗战绝对不是假的 他又敢和傅善先生谈话辩论了 牡丹勺药都开过了 他仿佛都没有看见 他忽然地看见了石榴花 在石榴花开放以前 他终日老那么昏昏乎乎的 他没有病而没有食欲 饭摆在面前 他就扒了一碗 假若不摆在面前 他也不会催促索要 有时候 他手里拿着一件东西 而还到处去找他 对家里的一切 他除了到时候 把钱交给韵梅 什么也不过问 他好像是在表示 这都是假的 都是魔术 我和汪精卫没有多少分别 瑞丰的病 已经被时间给医治好 他以为大哥的迷迷糊糊 是因为他的事 大哥是爱体面的人 当然吃不消 橘子的没离婚就改嫁 因此他除了魔烦大嫂 给他买烟打酒之外 他还对大哥特别的客气 时常用 啊 我自己还不把他放在心里 大哥 你就更无需摸不开脸了 一类的话安慰老大 听到这些安慰的话 瑞轩只苦笑了一下 心里说 橘子也是汪精卫 除了在橘子 也是汪精卫的意义之外 瑞轩并没有感到什么耻辱 她是新的中国人 她一向不过度地重视男女间的结合与分散 何况她也看得明白 旧的伦理的观念 并阻挡不住暴敌的侵袭 而一旦敌人已经进来 无论你怎样的挣扎 也会有丢了老婆的危险 侵略的可怕就在于 她不但伤害了你的身体财产 也打碎了你的灵魂 因此 她没把橘子的改嫁 看成怎么稀奇 也没觉得这是其家特有的耻辱 而以为这是一种对北平人普遍的惩罚 与事有必至的变动 老人们当然动了心 其老人和天佑太太都许多日子没赶到门口去 连小舍和妞子偶尔说走了嘴 提到胖婶 老人的白胡子下面都偷偷地发红 老人找不到话安慰二孙子 也找不到话安慰自己 凭她一生的为人处事 她以为绝不会受这样的恶报 她极愿意再多活几年 现在她可是时常闭上小眼睛装死 只有死去 她才可以忘了这家门的羞耻 瑞轩一向细心 善于察言观色 假若不是汪精卫横在她心里 她必会掰开揉碎地安慰老人们 她可是始终没有开口 不是故意地冷淡 而是实在没有心承顾忌这点小事 在老人们看呢 他们以为瑞轩必定也动了心 所以用沉默遮掩住难堪 于是几只老眼老盯着她 深怕她因为这件事而机遇成病 结果大家都不开口 而心中都觉得难过 有时候一整天 大家相对无言 叫那耻辱与难堪荡漾在空中 日本人在这时候 开始在天津和英国人捣乱 傅善先生的脖子扯动得更厉害了 他开始看出来 日本人不仅是要灭亡中国 而且要把西洋人在东方的势力 一扫而光 他是东方化了的英国人 但是他没法不关切英国 他知道英国在远东的势力 有许多也是用侵略的手段得来的 但是他也不甘心 就把那果实拱手让给日本人 在他的心里 他一方面同行中国 一方面又愿意英日仍然缔结同盟 现在日本人已毫不客气地开始挑衅 英日同盟恐怕已经没了希望 怎么办呢 英国就低下头去干受七五吗 还是帮着一个贫弱的中国共同抗日呢 他想不出妥当的办法来 他急愿和瑞轩谈一谈 可是他又觉得难以开口 英国是海上的霸王 他不能表示出惧怕日本的意思来 他也不愿对瑞轩表示出英国应当帮助中国 因为虽然他喜爱中国人 可是也不便因为个人的喜悟而随便乱说 他并无心作为 但是在他的心的深处 他以为只有个贫弱而相当太平的中国 才能给他以潇洒田径的生活 他不希望中国富强起来 谁知道一个富强了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呢 同时他也不喜欢日本人用武力侵略中国 因为日本人占据了中国 不单他自己会失去最可爱的北平 恐怕所有的在中国的英国人 与英国势力都要同归于尽 这些话存在他心中 他感到矛盾与难过 说出来就更不合体统 战争与暴力使个人的喜悟与国家的利益互相冲突 使个人的心中也变成了个小战场 他相当的诚实 而缺乏大智大勇的人的超越与勇敢 他不敢公然道出他完全同情中国 又不敢公然的说出对日本的恐惧 他只觉得已失去了个人的宁静 而被卷在无可抵御的混乱中 他只能用灰蓝色的眼珠 偷偷地看瑞轩而张不开口 看出傅善先生的不安 瑞轩不由得有点高兴 他绝不是幸灾乐祸 绝不是对傅善先生个人有什么芥蒂 他纯粹是为了战争与国家的前途 在以前他总以为日本人既诡诈又聪明 必会适可而止地结束了战争 现在他看出来日本人只有诡诈而并不聪明 他们还没有征服中国 就又想和英美结仇作对了 这是有利于中国的 英美特别是英国 即使要袖手旁观 也没法子不露一露颜色 当日本人把脏水泼在他们的头上的时候 有利器的蠢人是会把自己毁灭了的 他可是只把高兴藏在心里 不便对傅善先生说到什么 这样慢慢的两个好友之中好像遮起一张账目 谁都想说出对有人的同情来 而谁都又觉得很难调动自己的舌头 瑞轩刚刚这样高兴一点 汪精卫来到了北平 他又皱紧了眉头 他知道汪精卫并发生不了什么作用 可是他没法因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去掉脸上的羞愧 汪精卫居然赶上北平来 来和北平的汉奸们称兄换弟 人的不害羞还有个限度没有呢 汪逆是中国人 有一个这样的无限度不害羞的中国人 便是中国历史上永远的耻辱 街上挂起五色旗来 瑞轩晓得悬挂五色旗是北平的日本人与汉奸 对汪逆不合作的表示 可是汪逆并没有因吃了北方汉奸的钉子而碰死啊 不但没有碰死 他还召集了中学与大学的学生们训话 瑞轩想象不到 一个甘心卖国的人还能有什么话说 他也为那群去听讲的青年人难过 他觉得他们是去接受监武 连大尺包与蓝东阳都没去见汪精卫 大尺包撇着大红嘴唇在门外高声的说 他重庆吃不开了 想来抢我们的饭 什么东西 蓝东阳是新民会的重要人物 而新民会便是代替党的 他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党放下 而任着汪精卫把伪国民党搬运到北平来 这样汪逆便成幸而来败幸而去 他的以伪中央伪党来捅下南京与华北的野心 已经碰回去一半 瑞轩以为汪逆回到南京 又应当碰死在中山林前或偷偷地跑到欧美去 可是他并不去死 也不肯逃走 他安坐在了南京 无耻的人大概是不会动感情的 哪怕只是个马桶呢 自己坐上去总是插足自卫的 汪逆没得到统一 而反促成了分裂 北平的汉奸们在汪逆回到南方去以后 便拿出全副精神 支持与维持华北的特殊的政权 汪逆的威胁越大 他们便越努力巴结 讨好华北的日本军阀 而华北的日本军阀 又恰好乐意割据一方 唯我独尊 于是徐州成了南北分界的界限 华北的伟超过不去徐州 南京的伟弊也带不过来 这到底是怎回事呢 连不大关心国事的齐老人 都有点难过了 中央 中央不是在重庆吗 怎么又由汪精卫带到南京去 既然到了南京 咱们这儿怎么又不算中央 瑞轩只好苦笑 没法回答祖父的质问 物价可是又涨了许多 无耻的汪逆只给人们带来不幸 徐州继承了国界 南边的物资就都由日本人从海里运走 北方的都有铁路运到关外 这样各不相爱的搬运 南方北方都成了空的 而且以前南北相通的货物都不再互相往来 南方的茶 瓷 纸 丝 与大米 全都不再向北方流 华北成了死地 南方的出产被日本人搬空 这是个风云万变的夏天 北平的报纸上的论调几乎是一天一变 当汪逆出到上海的时候 报纸上一律欢迎他 而且以为只要汪逆肯负责任 战争不久就可以结束 即使汪逆到了北平 报纸对他又都非常的冷淡 并且透露出小小的讽刺 同时 报纸上一致的反英美 到仿佛中国的一切祸患 都是英美人给带来的 而与日本人无关 日本人是要帮助中国复兴 所以必须打出英美人去 不久 报纸上似乎又忘记了英美 而忽然的用最大的字 接出反苏的口号来 日本军队开始袭击苏联边境的守军 可是无敌的皇军在诺蒙坎吃了败仗 这一消息 北平人无从知道 他们只看到反共反苏的论调 天天在报纸上用大字登出来 紧跟着德国三路进攻波兰 可是苏日反倒成立了诺蒙坎停战协定 紧跟着德苏发表了联合宣言 互不侵犯 北平的报纸停止了反苏的论调 这一串的惊人的消息 与忽来忽止的言论 使北平人莫名其妙 不知道世界将要变成什么样子 可是聪明一点的人都看出来 假若他们自己莫名其妙 日本人可也够愚蠢的 假若他们自己迷惘黄祸 日本人可也举其不定 手足无措 同时他们也看清 不管日本人喊打倒谁 反对谁 反正真正倒霉的还是中国人 果然 在反英美无效 反苏碰壁之后 日本人开始大举进攻湘北 这已经到了秋天 北平的报纸随着西风落叶沉静下来 他们不能报道日本人怎样在诺蒙坎吃败仗 也不便说那反共罪力的德国怎么会和苏联成立了和平协定 更不肯说日本人无可如何 只好进攻长沙 他们没得可说 而只报道一些欧战的消息 在消息之外 还做一些小文 说明德国的攻取华沙 正用的日本人攻打台而装的战术 替日本人遮一遮羞 瑞轩得到的消息比别人都更多一些 他兴奋 他愤怒 他乐观 他又失望 他不知怎样才好 一会儿他觉得英美必定对日本有坚决的表示 可是英美人只说了一些空话 他失望 在失望之中 他再细细玩味那些空话 他们到底是同情中国与公里的 他又高了性 而且 英国还借给中国款项呢 一会儿他极度的兴奋 因为苏日已经开了火 他窃盼苏联继续打下去 解决了关东军 可是 苏日停了战 他又低下头去 一会儿听到欧战的消息 他极快地把二加到二上 以为世界必从此分为两大阵营 而公里必定战胜强权 可是 再一想 以人类的进化之素 以人类的多少世纪的智慧与痛苦的经验 为什么不用心智与同情去协商一切 而必非互相残杀不可呢 他悲观起来 聪明反背聪明物 难道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吗 他想不清楚 不敢判断什么 他只感到自己像浑水中的一条鱼 四面八方全是泥沙 他没法不和傅善先生谈一谈心了 可是 傅善先生也不是什么责任 也说不上来 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 因为惶惑迷惘 老人近来的脾气也不甚好 张口就要吵架 这样 瑞轩只好把话存储在自己心里 不便因着痛快而反和老友伴嘴 那些话又是那样的复杂混乱 存在心中仿佛像一团小虫乱爬乱挤 使它一刻也不能安静 夏天过去了 他几乎没有感觉到那是夏天 个人的家庭的国家的世界的苦难 仿佛一种都放在他的背上 他已经顾不得再管天气的烟情与凉暖了 他好像已经失去了感觉 除了脑与心还在活动 四肢白体仿佛全都麻木了 入了十月 他开始清醒了几天 街上已又搭好彩排房 等着网上贴字 他想象得到 那些字必是庆祝长沙陷落 他不再想世界问题了 长沙陷落是切身之痛 而且日本人一旦打越旱路 就会直接运兵到南洋去 而中国整个的被困住 每逢走到彩排楼附近 他便闭上眼不敢看 他的心揪成了一团 他告诉自己 不要再管世界吧 自己连国难都不能奔赴 解救还说什么呢 可是过了两天 彩排房被悄悄地拆掉了 报纸上什么消息也没有 只在过了好几天 才在极不重要的地方 用很小的字印出来 黄军已在长沙完成使命 以预定计划撤出 同时在另一角落 他看到个小小的消息 学生应以学业为重 此外遇到庆祝会及纪念日 学生无需参加游行 半年来的苦闷 全都被这几行小字给赶了走 瑞萱仿佛忽然 忽然由噩梦中醒过来 他看见了北平的晴天 黄夜 菊花与一切色彩和光亮 他的心里不再存着一团小虫 他好像能一滴眼就看见自己的心 那里是一片清凉光洁的秋水 只有一句像带着花纹的精亮的小石卵式的画 在那片澄清的秋水中 我们打胜了 把这句话念过不知多少回 他去请了两个小时的假 出了办公室 他觉得一切都更明亮了 来到街上 看到人马车辆 他觉得都可爱 中国人不都是亡国奴 也有能打胜仗的 他急忙地去买了一瓶酒 一些花生米和香肠 跑回了家中 日本人老叫北平人 庆祝各地方的石县 今天他要庆祝中国人的胜利 他失去了常态 忘了谨慎 一进街门便喊起来 我们打胜了 拐过隐蔽 他碰到了小顺和妞子 急忙把花生米塞在他们的小手中 他们反倒吓愣了一会儿 他们曾经由爸爸手中得到过吃食 而没有看见过这么快活的爸爸 喝酒 喝酒 爷爷 老二 都来喝酒啊 他一边往院里走 一边喊叫 全家的人都围上了他 问他为什么要喝酒 他愣了一会儿 看看这个 再看看那个 似乎又说不出话来了 泪开始在他的眼眶中转 他把二年多的一切都想了起来 他没法子再狂喜 而反觉的应当痛哭一场 把酒瓶交于老二 他扭腻地说了声 啊 我们在长沙打了大胜仗 长沙 老祖父想了想 知道长沙确实属于湖南 啊 离咱们这儿远得很啊 远水解不了尽渴呀 是的 远水解不了尽渴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北平人才能协助着国军 把自己的城池光复了呢 瑞轩不再想喝酒了 热情而没有行动配备着 不过是冒冒热气而已 不过酒已经买来 又不便放弃 况且能和家里的人吃一杯 使大家的脸上都发起红来 也不算完全没有意义 他勉强地含着笑 和大家坐在一处 齐老人向来不大能吃酒 今天看长孙面上有了笑容 他不便固执地拒绝 喝了两口之后 他想起来小三 钱先生梦时重时 长二爷小催 他老了 怕死 越怕死 他便越爱想已经过去了的人 和消息不明的人 消息不明也就是生死不明 他很想控制自己 不多发牢骚 免得招儿孙们讨厌他 但是久劲催着他说话 而老人的话多数是累得结晶 瑞轩已不想狂言 而只陪一陪祖父 祖父的牢骚定没招起他的厌烦 因为祖父说的是真话 日本人在这二年多 已经把多少多少北平人弄得家破人亡 老二见了酒 老二见了酒忘了性命 他既要在祖父与哥哥面前逞能 又要趁机会发泄发泄自己心中的委屈 他一口一杯 而后把花生米嚼得很响 酒很不坏 大哥 他的小瘦干脸上发了光 倒好像他不是夸赞哥哥会买酒 而是表明自己的舌头高明 不久 他的白眼珠横上了几条鲜红的血丝 他开始念叨橘子 而且声明他需赶快再取一方 好家伙 老大光棍可受不了 他毫不害羞地说 齐老人赞同老二的意见 小三既然消息不明 老大又只有一儿一女 老二理应续去 好多生几个胖娃娃 扩大了四世同堂的声势 老人深恨胖橘子地给齐家丢人 同时在无可如何之中 去找安慰 他觉得橘子走了也好 他也许因为品行不端 而永远不会生孩子的 老人只要想到四世同堂 便忘了考虑别的 他忘了老二的没出息 忘了日本人占据着北平 忘了家中经济的困难 而好像墙椅里的一根小草似的 不管环境如何 也要努力吐个碎 结几个子儿 在这种时候 他看老二不是个没出息的人 而是个老苦功高的 会生娃娃的好小子 在这一意义之下 瑞丰在老人眼中 差不多是神圣的 哎 哎 老人点头 扎嘴的说 应该的 应该的 可是这一次 你可别自己去瞎碰了 听我的 我有眼睛 我去给你找 找个会操持家务的 会生儿养女的好姑娘 像你大嫂那么好的好姑娘 瑞轩不由地为那个好姑娘痛心 可是没开口说什么 老二不十分同意祖父的意见 可是又明知道自己现在赤手空权 没有恋爱的资本 只好点头答应 他现实 知道白德个女人总比打光棍强 再说 即使他不喜爱那个女人 至少他还会爱他所生的胖娃娃 假若他肯生娃娃的话 还有 即使他不大可爱 等到他自己又有了差事 发了财的时间 再弄个小太太 也还不算难事 他答应了服从祖父 而且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 他是把古今中外 所有的道理与方便 都能一手抓住 而随机应变 对付一切的天才 喝完了酒 瑞轩反倒觉得非常的空虚无聊 在灯下 他也要学一学祖父与老二的方法 抓住现实 而忘了远处的理想与苦痛 他勉强地和两个孩子说笑 告诉他们长沙打了胜仗 小孩们很愿意听 日本人吃了败仗 兴奋打开了小顺的想象 爸 你二叔 小顺都去打日本人好不好 我不怕 我会打仗 瑞轩又愣起来 我还会打开了小顺的心 我会打开了小顺的心 我会打开了小顺的心